好 觀光廣告的時間 這個時惠姐要跟大家講 今天去跑團的時候 很多人在問 現在是買了 買了 賣了 什麼意思 原因就是因為 藍白合不合 現在看起來朝不攏 白說27號見面 但是現在又再往下延 延到下個星期 就是下個星期見面 下桌立倫已經講了 總統如果不合 其他都不用講 什麼聯合政府 什麼立委 我們現在都先別說 好 柯文哲認為 這樣的一個講法 就叫做個人利益綁架了全體 因為他認為 國民黨你下最大戰略目標 到底是什麼 是贏過柯文哲 失去總統選舉嗎 他說我柯文哲 最大的目標是什麼 是我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你國民黨呢 好 侯伴則講了 每一次這樣講的時候 柯文哲這種講法 他們都覺得是 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他說你到底對於 那個聯合政府的定義 有沒有理解 沒有人會跳過 總統選舉合作的這一塊的 小金門現在其實也很急 要算了 大家都在講基層 大家一直在跟他說 要合不合 趕快說一說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不能再拖 好 來看到這一位 選金門的陳玉珍委員 他直接講了 他說目前趙天林事件 因為這個民進黨的抗中保台的關係 整個就讓他們抗中保台失靈了 但是在野黨 你們必須要趁勝追擊 不然主流民意真的會失望 大人們是不是好好想一想 只是現在藍白河還有沒有戲 甚至有人說不是河 是戰 來看看上公怎麼說 上公的講法是說 柯文哲玩太兇了 他直接講說國民黨現在 其實內部很多人是炸鍋了 接下來他們認為不要再退讓 直接跟他開戰 好 為什麼 因為哪一句話讓侯友宜不是很開心 就是說如果要合 他可能也不是想要跟侯友宜合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讓很多基層無法接受 甚至還說 侯友宜現在基本上一再的退讓 還說做負的也可以 但是卻被柯文哲說是逼婚 那接著下來 藍營不要合算了 因為不合可能你反而有所斬獲 那目前其實大家就在講了 除此之外 你會說 那他說他不要跟侯友宜合 他要跟誰合 一個說法是他要跟韓國瑜合 叫做柯韓沛 好 我們的潛糾解就直接講了 韓國瑜現在心裡頭的想法是 寶寶苦但寶寶不說 因為他們雖然是組合派 但是是希望大家合作當堂摳 不是自己要出來 我們已經低調到不行了 還能怎麼樣 那輝文哥則是很生氣的說 不是 你柯文哲四年前怎麼說人家的 你記得嗎 你笑人沒水準 你笑人家沒讀書 你現在找他當副手 這個不是假人告稿是什麼 但是柯文哲不是這樣想 四年多大的一個變化 四年前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不這麼認為 現在我四年後再見他一面 哇 嚇一跳 你的視野怎麼突然變得這麼寬廣 講中美大事的時候讓我很驚訝 所以現在隔四年前時空背景又又不一樣了 好 目前在藍白河的部分 民進黨方面認為是最大的一個危機 黃潔書要想想清楚 不然這會傷害到台灣民主 但真的會傷害到台灣民主是什麼 是現在發現了在整個總統的連數提名過程當中 欸 講的就是郭台銘 郭台銘的連數現在呢被減掉發現 好像涉及會選 一份個資500塊錢 這裡頭在昨天已經有很多人被傳喚到案 發現了裡面竟然出現了民進黨高雄市黨部的職委 而且是30萬元交保的 19人裡面現在到底裡面的人是誰 看到了小英之友會的這一些人士 然後呢現在也確定是被交保 在高雄這邊民進黨的這邊的黨中央 他們認為直接開除黨籍 只是不只是高雄 在桃園這邊呢也傳出了 說是不是有民進黨的前議員 也捲進了連數案 好 這位前議員郭立華直接跳出來說 不是他涉案的是前助理 只是接連出現這樣的一個訊息 大家就在問郭台銘還選不選 終於他發聲了 他的講法是他相信台灣能變好 他會全力以赴 換句話說還沒說要退 那之後要怎麼樣來觀察選情變化 請教仁俊哥 因為現在朱立倫講了 總統不和其他免談 我覺得第一個這個 柯文哲現在看到韓國瑜 絕對不是因為他覺得韓國瑜的視野變寬廣 所以他要找韓國瑜來當副手 我覺得因為很簡單 韓國瑜拿得到柯文哲拿不到的票 他現在要吃的其實就是那種所謂的生 那一批認為他們覺得韓國瑜應該要繼續被重用的這一批人 因為這個聲音其實在國民黨內一直沒有斷過 包含侯瑜出現完了之後 還是有一些人會認為說 是不是有機會找韓國瑜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是非常算計 那個政治上面選票的那個考量 包含到在現在傳出幾個 什麼不分區的這個名單裡面 你看他的思維 基本上都是希望把選票最大化 我現在要講的可能對國民黨來講 會覺得就是有點刺耳 就是說人家這個就叫做在選舉 國民黨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展現出 讓你的支持者覺得你們在選舉 而且想要選贏的那個心 這就是為什麼侯友宜到目前為止 即使他做了很多的動作 可是在這個你說合不合的這件事情上面 我也講說很多反覆來自於 國民黨內部自己 包含到前面侯伴的金普聰先出來講說 如果二則一就不要 就沒有得談 隔天侯伴出來說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要講這麼絕 再隔兩天侯友宜自己出來講說 限期回答 不要的話就拉倒 我是主帥 我是主帥 然後又說我們就進入到政黨協商 政黨協商才講完兩天 又說不是你講了算了 那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我們也搞不懂 所以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講 他其實會呈現出一個 比較兩極的狀況 不選的 在這次沒有參加選舉 我聽到有很多很生氣 會覺得說我國民黨 為什麼要被民眾黨這樣玩 所以開始有要喊要戰 要打 要殺 要幹嘛的 甚至講說什麼 讓民眾黨打回4%的那種窗戶 但我也必須講 就是說國民黨如果有這個底氣 而且能夠真正展現出來的時候 其實今天不會這麼辛苦 所以真正的問題還是來自於就是說 侯友宜現在有沒有辦法 讓大家認為說 他是一個可以值得被肯定 而且願意把票投給他 就我們講知名度跟知名度 到目前為止 我知道他在努力 所以你看他一直不斷的想要展現 那個氣勢出來 只有我說了算 再怎麼樣都是只有我 我要帶領大家或是什麼 那有沒有刑訴到這邊 因為其實老實講 剩70幾天了 對於這個柯文哲來說 因為柯文哲他真正最大的 跟侯友宜他們最大的不同 是因為他本身就是黨主席 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 所以如果你要進入到 政黨協商的這個狀態裡面 你就會發現這組合對談的人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唯一會共同的叫做柯文哲 可是如果談區議立委 跟政黨不分區 看起來都是朱立倫的足場 所以如果今天侯友宜認為說 我要把總統大選這件事情 要跟其他兩個 全部綁在一起的時候 那事實上對於政黨 在協商的這一塊 你到底要談哪一塊 我覺得可能國民黨 也必須先釐清清楚 否則你全部都把到底在做 除非也很努力的 在拚立委的這個選舉 誰不希望自己的得票 能夠最大化 最大化不是指 拿自己支持者的那個力量而已 我當然希望往外擴 如果這個東西 所以所有人要隱隱惠惠 愛愛妹妹的 全部東綁西綁綁到最後 請問今天的這個結論 還沒有結論 今天得到的這個小小的答案 請問跟三個月前有什麼不同 還是一樣 還是沒有一個結束的狀態 來 望哲 我們看到柯文哲 談到韓國瑜這東西 他說什麼 很訝異他進步太大 我覺得柯文哲根本不了解韓國瑜 韓國瑜是政大東亞所畢業的碩士 重點他對整個東亞軍事 真的對國際局勢 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結果看起來 柯文哲到現在還在吃 韓國瑜的豆腐的感覺 他說進步太大是怎樣 之前他只有那個程度嗎 要不然怎麼說人家進步太大 我覺得講話可能不太OK 可是問題來了 今天韓國瑜 我覺得他做一個最好的示範 為什麼 你看潛秋節怎麼說 他說韓國瑜跟他都希望是組合派 希望能夠大家合作 這個坦白講 還是目前在野最多數的心聲 因為不管是你民眾黨 還是你國民黨 你分開選坦白講 就是呈現像美麗島電子報 民調那樣的情況 還是大家在二層上下打轉 賴清台還是一枝獨秀 所以還是很多民眾希望說 這出戲不要再吵下去 甚至說藍白河的巨馬 有時候我們看新聞 早上報的是一出 中午報的是一出 晚上又不一樣了 可能早上起來 報紙又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大家已經懶得在追劇了 已經不想再上車了 不想上這書劇的車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厭煩了 開始有這種聲音出來 所以大家會說 你們談好之後 有個定論之後 你們再好好的出來講 我覺得潛秋節跟韓國瑜市長 他們想表達應該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也希望能夠整合在一起 不然你說像目前的情況來看 坦白講 就算你國民黨獨立出來選 或是柯文哲退 我說真的也不見得會贏 而且賴清德還有他的底氣在 他還有他的基本盤在 目前台灣的選民機構 的確就是綠大於藍 這個無庸置疑 可是你再也要團結 你才能去打其他議題 像我們過去談到很多什麼 這個雞蛋議題 光電議題 可是你看這一陣子 很多監督中央的議題 通通不見了 都變在藍白河的議題上面去打轉 所以在野的勢力就被削弱了 所以你看賴清德 他在高雄他要推誰 他有在怕的 他也沒在怕 我今天要推黃捷 我推個西瓜來 我都覺得會贏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在監督我 都沒有人在監督民進黨 都在自己在吵 所以當然你說 這樣吵下去對誰有幫助嗎 坦白講還是賴清德 就是時間點的問題 然後本來說10月底 現在又變成好像10月19 10月20都可以 大家就想問 到底現在 當然柯文哲有他自己的算計 可是國民黨呢 國民黨你自己的底氣是什麼 你的底線是什麼 這個是大家想問的 要給大家一個底嗎 來 淑慧姐 我想是這樣子 剛剛如果任俊哥說 柯去提韓 是高超的選舉戰略的話 我認為他這一盤棋打錯了 因為韓粉其實是很不高興的 第一個 這一次藍白河做談 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談 那你柯文哲像點飛 或是麥當勞點餐一樣說 我配菜要改 我副餐就不要 不要這個蘋果派我要薯條 這不是麥當勞點餐 可以讓你這樣子點這樣子換 韓國瑜覺得莫名其妙 你幹嘛要扯到我 韓反也覺得莫名其妙 韓國瑜為什麼要當你的副手 很多人都期待韓國瑜 或許未來是不分區第一名 立法院去爭龍頭之戰 或者是未來國民黨的黨主席 都有可能 那跑去當你的副手 那以後成什麼樣子了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你說 他進步很大 好像是在稱讚他 但他前面意思就是說 他這幾年沒事做 所以讀了很多書 你還是在酸他以前沒讀書 不是這樣嗎 說真的 柯主席嘴巴真的很厲害 很多人曾經說過 柯文哲成演那張嘴 敗演那張嘴 他的嘴巴真的太立了 沒有幾個人講得過他 可是現在藍白之間的仇恨 程度已經越來越高了 就算我們想和支持者 都已經和不了了 有必要搞到這個樣子嗎 你在那邊說逼婚 什麼叫逼婚 你莫名其妙點韓國瑜 那才叫逼婚 人家甚至不在這一次的 這個和親的這個對象裡面 你就這樣子拋出來 那還要 韓國瑜就已經說 我低調到不行了 為什麼我還躺在這邊 還要中槍呢 所以我覺得對於說 好 資深談粉的我 其實是很不喜歡 對 很不喜歡那個 這個柯文哲 對柯文哲這一次這樣子去 莫名其妙把這個韓市長 扯出來 那我今天去士林的華榮市長 在拜票的時候 說真的 沿路來跟我講的 不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 是百分之百 每一個藍營的支持都告訴我說 不要合了勇敢的選到底 已經變藍白讚了是不是 對 所以我覺得很難過 就是買賣不成仁義在 我們還是要知道 我們共同的對手是民進黨 可是現在藍白這樣子交火的意義 在哪裡呢 但是誰先開啟那張嘴去酸人家的 我覺得外界也很清楚 我真的覺得沒有合作也要和諧 因為我們共同的對手賴清德 真的很可怕 那今天還有一個支持者 居然跟我講說 我寧願給賴清德贏 四年後我們國民黨還可以跟他再拼 如果這一次讓給柯文哲 我們會被他吃掉 那我就說這樣的情緒都過激了 可是不要把這樣的情緒 蔓延下去 如果藍白再繼續這樣子的話 這種情緒真的會蔓延 那再來我是贊成總統跟區立委 綁在一起的 我不認為我寧可用我的請走 用我的政見 去獲得選民的支持 不需要為了 這